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船人 我还被老师推荐参加了2019年10月的音乐会 这是我第一次和交响乐团合作独唱演出 我唱了很多中文歌 老师想让我们不但学习中文 也要学习古诗词 于是他开始教我们唱古诗 这样我就可以熟练地把古诗背下来了 初何日等五 寒地和夏图 水只盘中餐 厉厉皆辛苦 初何日等五 寒地和夏图 水只盘中餐 厉厉皆辛苦 厅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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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中国的首都北京 每一个去过中国的人都要上长城 我也很想去看看 因为妈妈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 去年冬天我和爸爸 还有姥姥姥爷一起来到了北京 然后登上了长城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但是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 中国人真了不起 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在长城上我吃南汉 从中国回来后 我还变了一些笑话 大家说我的中文进步了许多 我觉得中文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谢谢大家